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常听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很反感成功学的书籍 因为给人空洞的想象 却没有具体实践的方法 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聊 我们宁愿多看一点厚黑医学 也比较不喜欢看成功学 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 就是当所有人都来看你的成功学的书籍的时候 那写这本成功学的书籍的人就真的成功了 对吧 但打理由这本书比较不一样 第一 毕竟它的名声 值得我们去注意这本书 第二点 虽然它叫成功学 但是至少还是有提供一些具体的工具 那这本书一共分为三个章节 分别是自传 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 前半部就是打理由的自己的自传 在他新活的个人故事当中 回顾了他如何在1975年开创桥水 桥水的内部冲突 以及他职业生涯早年的失败和奋斗 那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都听过 那后半部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他在具体面对不管是投资环境 还是人生阶段工作 还是生活平衡的变革 当中的行动指南 在这部分当中 打理由先提出了我们基础 对于经济世界的认知 他在书中提出他曾经 觉得非常失败的一次的投资案例 那是发生在1982年 就那年打理由创办桥水基金 大概已经七年的时间 那长期听我们直播的官媒人都知道 1980年代全球股市是呈现两个极端 任何有长期投资美股的都知道 1980年代是美国股市 长达20年的大牛市 股价都涨翻天了 而且都有实体经济的支撑 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执政八年 到现在都被称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你就知道当时的美国环境有多好 那另外一边呢 拉丁美洲正在爆发债务危机 就大量的公债即将违约 地区性的系统性风险正在发生 那其实早在1982年的时候 打理由就认为说 美国的银行像新兴市场的拉丁美洲 带出了太多的款项 总金额大概欠下 3270亿美元的债务 所以在当年8月份的时候 墨西哥的财政部长 在纽约联准会和100名的 国际银行家会面 告知墨西哥是无力偿还 这800亿美元的债务 其中有200亿到300亿 都是美国几个银行的债务 那加上当时石油危机结束了 油价快速的下跌 墨西哥的这个墨西哥币 皮索贬值利率上升 还有很多原因 墨西哥的经济梦 在当时已经是被无情的碾压 那这也会导致整个骨牌效应 15个拉丁美洲国家 都相继倒债的时候 这是当时的状况 所以打理由就做了当时桥水 史上最大部位的空单部位 就全力的做空美股 结果美国联准会 在当时也是当个月份 就八月份的时候 就直接宣布怎么样 降息 就跟新冠疫情来的时候一样 直接宣布降息 大量的资金涌入到股市 经济和股票行情却大幅上涨 空单被嘎到上天堂 涨到它改变性一样 所以从那次之后 打理由几乎破产 但也让他思考 到底他在这一次的失败当中 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他的回答让我深同感受 因为他的回答跟我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 他的回答就是 因为我不尊重市场的规律 就是投资市场往往会根据一个因 然后得出一个果 只要我确定这个因够准确 够具体 那么这个结果发生的几率就会很高 如果最后这个结果还是出了意外 那我们常常会把失败 视为这个偶然事件 不会把过错归咎于自己降下灾恶的老天 所以打理由就认为 这些负面的原因错误的一个判断绝对不是随机的 毫无逻辑的就这么出现在他的眼前 事实上所有的事件 包括幸运的和倒霉的 都可以被比拟为一架规律运转的机器 就他不仅具备固定的发生周期 而且每次发生的模式也十分的雷同 那些千百年一遇的股灾灾害 其实也不过就是发生的周期 比一般事件来得久而已 如果我们不停地回溯历史长河 这必定能在某个时间点找到类似事件 曾经发生过的证据 这跟我们之前提到过的一本书 《快思漫想》里面的军职回归的概念非常像 当时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快思漫想的作者康纳曼 他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 认为一个好的领导者 要用赞美要用表扬的方式 才能够做好培训 但就有军官反对 我认为你说的是谎话 我就发现有一个人 头一天表现得特别好 我只要表演他一下 他第二次肯定表现得很糟糕 你别说有一个人表现得很糟糕 我很狠地骂他一顿 他第二次表现就比较好 哪需要赞扬 那康纳曼当时就说 你说的对 我相信你说的这肯定是个事实 但是你也同时错得很离谱 为什么错得很离谱呢 他说你的这个现象 根本就不是培训一个人良好的方法 他的表现好和不好 并不是因为你骂他 还是没有骂他所带来的结果 这个现象叫做回归君子 什么叫做回归君子 就是人们容易把先后关系 容易理解成因果关系 就是我骂了他 所以他表现好了 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 是因为我骂了他 所以他的表现才会好 这在逻辑上是未必成立的 回归君子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 为什么那个人 你骂了他 他表现好了 是因为你骂他的时候 他的水平是低于平均值的 所以你才会骂他嘛 而你表扬的那个人 一定是因为他做得特别棒 所以你表扬了他 所以一个人怎么能够保证自己 永远都做得特别棒呢 所以当他做得特别棒的时候 你表扬了他 然后他就慢慢慢慢地 回归了君子 你会觉得 经不起表扬 你看一表扬就变成这样子 那当时他还画了一个靶子 来解释这个状况 他在墙上画一个靶子 然后让那边的学员 那边的人 说你们每个人拿两个硬币 让所有的军官 每个人拿两个硬币 然后你转过身来 背朝着这个靶子扔 你就背朝着靶子扔 看谁这个硬币扔得准 记录他们每一次扔那个硬币的位置 接下来一看 大家就完全明白了 为什么呢 就第一次扔得特别准的 第二次的成绩 肯定不如第一次 那第一次扔得特别离谱的 那第二次成绩 一定比第一次还要来得好 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大家都回归了君子 所以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 我们以为是有大量的规律存在 我们以为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不是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回归君子而已 回归君子发生在哪里呢 发生在第二次的表现 与第一次并没有因果联系的时候 就如果一个人是流水线的作业 这个是做完了以后 它的结果会来到第二次 然后再到第三次 那么这就不会出现回归君子的现象 它就是有因果关系的 好 所以达里奥也认为 既然一切事物都是规律运转的机器 那么我们就能够透过仔细的观察与反思 来撑透出其主导运行的原则 我们会面对挫折和失败感感到所足无措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欠缺处理这类事情的原则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原则资料 原则 那么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就能够冷静的先对其进行分析和分类 再套用相对应的原则将其破解 所以我才会说我的著作当中 景气就是一种均值回归 你会发现人类成立货币部门 成立经济研究部门 想要让经济和股市可以稳定成长 不要经历这么大的波动 但你会发现 股市永远都会有泡沫化和泡沫破裂的循环 你越想要控制它不要跌 它就永远给你抄跌 你越想要让它的景气不要过热 它就来一个史上最大的泡沫 但最终它都会回归均值 你只要能够掌握规律 掌握高低机器 你就可以掌握战胜股市 这也是我自己的著作最大的一个理想 好 那谈完这本书宏观面的理解 而在这本书里面 它更深层探导的是 如何做决策 decision making的问题 决策为什么重要 这个不言而喻 说白了投资就是做决策 你想要投资做得好 你不需要白米跑进前12秒 不需要你练习1万个小时 也不需要你知道每天熬夜到4点 你只需要有一技之长会决策 你就能够躺着赢 对吧 那你如何在对的趋势的点 比如在股市崩跌的时候 反转的那一刻 勇敢的下对抱上去呢 这就探讨到了决策 那就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来讲一下 这本书第一种叫做个人决策 第二种叫做群体决策 个人决策就是他自己的工作 和大方向的判断史 那群体决策就是他底下的研究员 如果看法有分歧的时候该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在投资圈最常遇到的 就是明明同一个部门 然后对于一项资产的看法完全不同 比如说像我对于黄金是中期看好 但我们的研究员就百分之百看跌 好 那我们先来谈下个人决策 那Principle这本书里面 讲了如何处理讯息 并且降低情绪对于决策的影响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大致上的略估 不求精确 第二个是捕捉重要的关系 并且对于情境进行合成 好 就是我们每天都要接受大量的讯息 除了要筛选出重要的讯息以外 对于讯息的处理方法也尤为关键 但是我们受到的教育 都是要我们精确的 就是你考数学的时候 肯定是要算到小数点后面几位 如果你回答是大致是一 那种改考学的老师一定心想 那我大概给你个一分就好 所以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摧残的我们 对于略估的天然的本能 导致了能力的匮乏 这其实就是我们决策过程当中的很大的障碍 就比如说106乘以594 正常能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找计算机 但是很少人会有把106减化成100 然后把594减化成600 然后得出的结论出归 出归大概就是6万 那精确结果是62964 就是你被精确化教育洗脑的人 会直觉地认为62964 会比6万来得好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底下 这种精确性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是我们决策的噪音 是猪队友 而略估 出估反而是一个能够carry我们的好队友 因为你在做一个重要角色的时候 你需要弄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大致上的结果能够帮助你尽可能地弄清楚更多的方向 而不是在某一个方面弄得更轻 这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建议各位 在学习财经知识的时候 理解会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拼图式的学习方式 一种是积木式的热高式的理解方式 拼图式的学习方式叫做系统性思维 就是个体是没有意义的 你必须要把所有的个体相牵 你要把整个拼图给拼完 用整个原貌来解决问题 不然你就会陷入误区 所以我们高中学 Sign Cosign Tension Contention 当下就没用 因为它只是数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你只有学了它 才有办法去学建筑 学工程 维基分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学维基分 如果没有学维基分 其实我们在很多增量和存量上的研究就会搞错 那积木 热高式的理解方式就完全不同了 就它每片积木 每片热高要有什么样作用 单看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组成 你先决定你要拼成什么 再排成你要的形状再组起来 这个时候碎片化就有意义了 你自己设计蓝图 这是依照你自己的问题来构筑系统 好 那一个好的理解方式 其实就是在确保你有一定的系统性思维之后 就在你大概理解整个经济世界运行的规则之后 然后就改用热高式的方式 去找你需要的热高 把它拼起来建筑你的投资体系 所以官朋友 这个系统性思维不是叫你全部懂 金融市场太多产品了 有股票 集货 农产品 原物料 贵金属 你学不完的 你只是大概理解这几项资产的关系 然后选择你需要的把它加强 所以赵达里又说的 趋势我们大概知道就好 不要陷到你每天都要去算 每天都要学习更多的知识 才能够让你的投资完善 你学不完的 所以要有系统性的思维 然后挑你所需要的 好 那当你有了系统性思维之后 你也大概理解了各类产品之间的关系 第二点就是捕捉重要关系 并且合成情境 这个达里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 就比如我们开了一家冰淇淋店 在一天的经营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评分 比如说W代表的是销售的收入 X代表的是客户体验的评分 Y代表媒体的平等 Z代表员工的投入度 好 那这些点之间可能也会彼此促进 但也会可能完全拖累 彼此拖累 比如一天冰淇淋大卖 可能是W好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顾客排队时 很常导致X降低 那我们要如何处理这些讯息 并且把握大局 把整个系统性思维给搞清楚呢 这个大家如果有念过统计都知道 我们跑实证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在统计学上叫做 一直变异与序列问题 就是如果一件事情有很多原因 我们知道这些原因最终导致了这个结果 但是这些原因真的跟这个结果有关吗 这些原因是不是又跟自己会做一些影响 比如说我做回测 我发现我只要当天吃福州面 大盘就是涨的 那我也真的经过统计啊 每次吃完福州面 台股都大涨 所以吃福州面跟台股呈现正相关 是这样吗 所以这种问题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到刚才 因为你对于系统性思维还没有了解 你有足够了解 你就会了解到 福州面跟大盘的关系是不显着的 什么叫不显着 就是不管它统计出来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这个回测是没意义的 那当然 这个假设我们有了这个系统性的思维 我发现今天的台股会受到美股的影响 昨天的量能 还有昨天的股价和日韩股市 这之间也可能互相影响对吧 那该怎么样把这些要素给合起来 形成一套决策呢 这就要谈到第二个步骤 叫做集体决策 我们刚才提到 研究部门最容易遇到这种状况 就对于这种决策 很多人都会选择少数服从多数 大家都知道民主好一人一票对 但其实民主制度只是坏制度里面 比较不坏的制度 因为每个人的支持水平和他上强的部分不太一样嘛 比如我是否要买进黄金建仓 研究黄金的研究员认为 黄金会涨要增加部位 但美元的研究员认为 美元会升值 所以黄金会跌 黄金跟美元呈现高度负相关 这也是这两个研究员都有道理的时候 那我该怎么办呢 桥水使用的制度叫做加权决策 就是把一帮冰雪聪明 独立思考的人 拉拢起来 让他们互相不同意 搞出各种创建 最后通过信赖加权的方式进行表决 追求极端真相和极端透明 什么意思呢 信赖加权简单来说 就是你这个人如果可以信赖 那么你说的话 你的意见分量就比较重一点点 如果你这个人不可靠 那么你的意见就不值得被裁纳 你会说这看起来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但是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实践这个理念的时候 因为要执行很困难 而最容易执行的就是 每人一票的民主 或者没有人有票的独裁 当然达里欧都认为这样都太过粗暴 那么要如何来决定一个人的可信程度呢 这就是达里欧桥水厉害的地方了 第一点 所有的会议录影下来 由机器人来进行分析 人机对大 第二点 开会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就拿着一个iPad 用一个内部的App 互相评分 人人对大 所以有了信赖度 你就可以开始为这个决策的过程进行加权了 开会的时候大家就投票 投票结果会根据信赖度加权 就能够最终形成决策的结果 就可信的人 他的投票的分量就比较重 不可信的人 他的投票就轻如额毛 除了决策以外 由于这个App是个动态 而且及时打分的系统 所以你就比较容易监控你的员工的境况 你可以去看看数据 然后跑去说 小张啊 你最近状态 这个往下调得有点厉害啊 是不是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高明会不会觉得 是不是有点红卫兵的感觉 但老实说 了不起的公司啊 就要有变态的玩法 一般的公司文化肯定 销售不起 而且可能也没有必要 所以这一套特别适合投资公司 就尤其是桥水基金啊 最大的业务就是决策 几乎全员都是decision maker 对吧 第二点啊 这玩意儿对于这个公司的文化要求太高 你得不是官僚 没有裙带 没有小团体 你要不怕得罪人 尤其你不要怕得罪上级 你也不能故意使坏 你也不能不屑于这个拍马封城 就大家都是为了具体的目标 没有什么人情 也不谈情怀 也不扯什么远方 所以当你看完这本原则 你会觉得打理由真正想要推广的是一种 极端真相和极端透明的公司文化 所有的人的意见都会根据自己的信赖程度 被反映出来 上下的渠道是通透敞亮的 但你也可以当作参考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这边只举了一种投资决策 到底如何建立好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原则 所以今天节目到这边了 我们也特别抽出一位读者 我们台股上万事 对不对 会抽出不少的书籍送给各位 不一定是这本书 那记得在我们底下留言说你想要抽书 并且转发我们的贴文 欢迎各位可以听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以后会有随时上传我们的见解 欢迎你 可以在我们影片底下留言 我们就下期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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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